其实当然也是做个记录的 那再来重点就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我刚刚就把那个动作 如果以后不知道没关系 你录制聚集 录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 我录一个名称叫 PDF 然后它是用 ActiveShoot 后面加一个 Expo as Fix Format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Type 冒号等于就是这个 用这个参数叫 Excel Type PDF FileNet 后面才是加 FileNet FileNet 就档案名称 那我是放在这个路径 因为我是放我自己的随身碟里面 那它有加副档名 所以理论上应该还是我们要加一个副档名 比较保险 那至于后面还有一些参数 其实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参数 其实这些参数如果不要也没关系 主要是这两个就可以了 其他这些参数你想说 要不要加要不要改 其实都没有关系 不过你可以按照什么 按 F1 它也可以有答案 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刚刚看一下理论上那些参数没有也没关系 什么 Quality 也没有 它可以用预设的 还有这个什么呢 有没有 Include Doc 的 properties 这个就可能要看一下 True 是要 就是里面如果有属性 然后它有一些预设的 OK 那你现在稍微 是不是要略过那个 就是列印的范围 OK等等 不过这些我想比较不重要 比较重要就是什么 重要的就是那个档名 就是跟那个格式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批示 把刚刚的程式改成什么 批示转换成 PDF 的话 其实重点就是一把 Save As 换成 Explore As Fixed Format 二的话 Type 这个把它就是第一个参数 刚好跟 Save As 颠倒 Save As 是先挡名 再格式 它刚好颠倒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这个参考 所以也许你可以把这一行先 Copy 一下 Copy 到哪里 Copy 到我们刚刚的程式后面来改 OK 所以刚刚的程式在这里 如果我要再产生一个什么 这个 不过我先干脆把刚刚这个 复制一下 这个是 CSV 所以我们再贴上 这边也许改成叫 PDF P4 转成 PDF 这个询问度也蛮高的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Save As 所以这边应该是 Active Workbook 看一下 这边是 它叫 Active Shoot 所以如果 变成说我们就要转的话 变成说我们就只能够 一次就一个 一次就一个 这样的话程式可能就没办法 像刚刚这么快 就直接 P4 直接转 它就不是用 Save As 那我们应该就是 这一个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把它 这三行改成 Active 那个 Shoot 把这个后面这边改一下 然后把它改成 就是我要的那个 然后再试一下 你也可以用 Active 也可以用那个 Workbook 一个工作部也可以 或者是一个工作表也可以 那也就是我这边的话 直接干脆的 直接就是把这一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副档名部分 File Name 部分 所以我这边有 把那个副档名部分 因为你一存档 它会变成说你的档名 点 xlsx 它点 xls 也会跟着过去 所以最后变成说你那个 点 PDF 前面还有点 xls 之前也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如果把它去掉 答案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